我們看過去新年年初一到現在的一些急症室的人數 求診人數和入院尤其是一個內科病房的人數 其實都是一般都緊張的 在年初一的時候就好些了 但是去到年初二年初三都開始是多人的 我們亦都預期在我們放完假之後 回去第一個工作天即是明天或之後 其實都會預期是會多病人的 衛生署亦都是較早前已經是加訂了 是有4萬多劑4萬4千劑的疫苗是給大家用的 因為都知道多了人是有警覺性 亦都想多些去接種這個疫苗 除了我想疫苗的接種之外 其實我想接下來亦都是我們需要做未要籌謀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說我們今次今年的疫苗 現在是一路接種 還有是有加訂之外 其實如果北半球的疫苗是沒有了的話 用完的話其實亦都可以引入南半球的疫苗 衛生署亦都開始跟一些藥廠去聯絡 包括新裝聚員 師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